一个在全美拥有90家连锁健身房的商业巨头 这次将以实习生的身份卧底到自家健身房 看看她的员工们到底是怎样工作的 这位漂亮的美女前台竟然用这么糟糕的态度对待客户 不知道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的结局 这个男人名叫埃里克·卡萨布里 她在十年内成功开设了90家连锁健身房 拥有超过30万名会员 她同管着1200名员工 公司每年光纳税就超过1亿美元 为什么她能在这个行业突出重围 因为只需支付19.99美元 就可以享受健身房高质量的服务 以及健身房的所有器械 她坚信一个企业的成功来自于 员工的幸福和顾客的满意度 这也是她决定参加真人秀的主要原因之一 她想亲自检验公司文化和工作氛围 为了不让员工认出来 埃里克戴上了假发 安装上了啤酒度 修改了眉毛的颜色 还戴上了眼镜 经过彻底的伪装变身 当她出现在家人面前时 她的老婆孩子都没认出来 在节目组的安排下 她伪装成Barry被分配到一家健身房实习 这是她的第一站 她将在这里接受导购的基础培训 与客户和其他员工打交道 为了解释为什么会有摄像机跟拍 Barry说自己正在拍摄 一档关于职场新人的真人秀 她想通过自己的优异表现 赢得这次创业的奖金 当她来到前台 金发碧眼的销售助理Megan正等待着她 Megan带着她对健身房 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介绍 但貌似对她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 但当Megan了解到Barry是想赢得创业奖金后 她表现出了热情和耐心 她详细解释了工作流程 教导Barry如何在广播里推销特价产品 Megan逐渐发现这位新手在销售技巧上 很有自己的方法 甚至在处理复杂客户问题上 也显得游刃有余 当一位顾客对会员服务明确拒绝后 Megan本以为这笔交易已经泡汤 然而 Darry却不慌不忙地用她的洞察力 发现了顾客的隐性需求 巧妙地调整了推销策略 结果 顾客竟然改变了主意 重新走回柜台签了合同 这一幕让Megan既感到惊讶 也不免有些受挫 在一次闲聊中 Megan向Barry敞开了心扉 讲述了她的过去和这份工作对她的影响 原来 在她小时候 她的爸爸并不关心她 所以她想变得叛逆一些 于是 她和一个男孩同居了 从此搬离了家里 但不幸的是 男孩不久后变了一副嘴脸 开始虐待她 她不敢告诉妈妈 这段经历让她深受打击 情绪崩溃后体重激增至210磅 幸运的是 她的母亲及时伸出援手 将她从那段痛苦的生活中拉了出来 在母亲的鼓励下 她加入了健身房 通过不懈的努力 不仅减掉了80斤 也重拾了自尊和活力 Barry听到这些 不仅对Megan的坚韧与转变感到敬佩 也由衷地被她的故事所出动 她意识到 工作努力的Megan只是需要更多的指导和鼓励 来挖掘自己的潜力 她决定要帮助她 让她的职业生涯和个人成长 都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下一站 她来到另一家健身房分店 担任前台接待的角色 迎接她的是之前提到过的Jacqueline 然而 Barry很快就发现 Jacqueline的工作态度与她的期望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颠覆了她对前台的所有理解 Jacqueline轻描淡写地告诉Barry 前台的工作简直轻松地不得了 她甚至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 开始刷起了社交媒体 Barry愣住了 她难以置信地反问 真的吗 Jacqueline满不在乎地回答 当然了 虽然公司规定不允许 但我就是喜欢玩手机 说着 她又掏出手机 摆出了几个自拍的姿势 完全不顾Barry的惊讶 更让Barry无语的是 Jacqueline开始吐槽起了客户 她一脸不屑地说 Barry的眉头越皱越紧 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奈 紧接着 Jacqueline竟然大言不惭地 开始教Barry制作蛋白奶昔 她不仅不按照配方表来 示范完后还把剩余的奶昔 直接倒进了水槽 看得Barry心疼不已 当Jacqueline让Barry自己 试作一变时 她决定严格按照 公司的配方表来操作 看到Barry完全不听自己的话 Jacqueline的脸色瞬间变了 她转头就向节目组抱怨 这人怎么这么蠢 不听我的 然后她愤怒地对着Barry吼道 你不用每一步都循规蹈矩地 跟着公司规定做 Barry看着Jacqueline 心中五味杂陈 她意识到 这次的卧底之旅 可能会比她想象的 更加充满挑战和惊喜 Jacqueline的行为 不仅让Barry感到震惊 连周围的顾客 也开始投来不满的目光 顾客们焦头接耳 议论纷纷 他们实在想不通 她为何要对一个 出来乍到的实习生 如此苛刻 就在这时 一位客户的会费到期了 这本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Jacqueline却像是 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对客户进行了一番 无理的指责 她话语尖锐 态度恶劣 让客户感到极度的不舒服 这一幕 被Barry亲眼目睹 她忍无可忍 走出了店面 拿出手机 拨通了这家店负责人的电话 那么 等待Jacqueline的 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Barry的卧底之旅 来到了最后一站 这家店的总经理 Evette正等待着她的到来 带着Barry对健身房 做了详细的介绍后 Evette指派她用湿纸巾 清理健身器材 Barry开始思考 这样做真的高效吗 她觉得使用毛巾 可能会更加合适 既环保又经济 于是 Barry鼓起勇气 向Evette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Evette不仅没有 对她的建议表示赞赏 反而感到了一种冒犯 Evette听完后 似乎并没有被说服 她转身走向同事 开始闲聊起来 同事好奇地问起Evette 让实习生做了些什么 Evette轻描淡写地回答说 让她去清洁亚铃了 她不知道的是 正在擦拭亚铃的男人 正是她的老板 在一次闲暇聊天中 Barry得知Evette和她的未婚夫 就住在这栋楼上 店里一有情况 她就得立刻下来处理 Evette还聊起了 自己远在意大利的母亲 她的母亲已经与红斑狼疮 病魔斗争了28年 听到这里 Barry的心中涌起了共鸣 因为她自己的母亲 也是因为黑素流而离世的 她告诉Barry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她 可能撑不过这个圣诞节了 Barry听到这里 心中充满了同情 立即安慰起Evette 因为她自己也曾经历过 失去母亲的痛苦 在心疼的同时 她在心里默默地 做出了一个决定 随着一周的卧底行动落幕 埃里克准备揭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员工们被召集在会议室 空气中弥漫着一丝紧张和期待 当埃里克换上一身鼻挺的西装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所有人都愣住了 竟没有一个人认出 这位曾经的实习生 就是他们的大老板 埃里克开始询问员工们 对这位实习生的评价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给出了好评 然而 扎克兰的评价却与众不同 带着一丝不满和轻蔑 这时埃里克无奈地揭露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一刻 扎克兰的表情从惊讶转为尴尬 Yvette更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她为自己之前 让老板擦拭哑铃的行为 感到无地自容 随后 老板给每个人都准备了 不同的惊喜 首先 埃里克毫不留情地点出了 扎克兰在工作中的 种种不端行为 详细列举了她的疏忽和不专业 期待她能有所觉悟 然而 扎克兰坚决不肯承认错误 反而硬是说埃里克在胡说八道 埃里克听后 心中的怒火难以平息 直接拨通了她上级的电话 在她的直接领导出现后 扎克兰终于情绪崩溃 但为时已晚 面对这样的不良表现 领导毫不犹豫地当场解雇了她 接下来是Yvette 尽管埃里克对她一开始 分配的清洁任务有些不满 但赞赏她的职业态度 和对工作的热忱 在了解到她的家庭情况后 埃里克决定给予她特殊的支持 埃里克宣布提供 她不固定时间的带薪休假 让她能随时回家照顾患病的母亲 此外 还慷慨地赠送了1万美金用于她和未婚妇的蜜月旅行 以及额外的3万美金作为结婚基金 Yvette听后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感激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最后 轮到了Megan 埃里克对她的积极态度和励志故事印象深刻 她提出使用Megan的减肥故事作为公司的营销 并奖励她1万5千美金帮助她寻找新的住处 了解到她背负着学生贷款的重压后 埃里克又奖励了她4万美金 同时 为了支持她完成学业 再额外赠送2万美金 Megan被这突如其来的好运感动得泪流满面 感激无比 随着卧底行动的圆满结束 埃里克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努力工作的人终将得到回报 而那些敷衍了事的人只会面临更加糟糕的结果 这不仅是对员工们的一次教训 也是对他们的一次激励 对于今天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忙点个赞或者点击订阅按钮 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 下期见